一花一世界 一也一如来 也会被治愈 路上的人分为两种 一种惦念目的地 无心欣赏风景 另一种算是搭错车 也可以将错就错 安然欣赏沿途风景 刘若英说 她属于后者 曾几何时 她是那个为爱痴狂 为情哭泣的女子 如今人到中年 她终于领悟了 爱与孤独的关系 这一年的变迁是经历 是修行 也是花开的过程 一 将军的将军 我是跟着祖父母长大的 毋庸置疑 我就是家里的小祖宗 由于公公是一位将军 他的副官 便封我为将军的将军 由此可知 我那一生在战场上 出生入死的公公 是如何的拿我无可奈何 在怀念祖父的文章里 刘若英用这种 似弹实浓的笔触开篇 就像她的人生故事 1969年的儿童节 刘若英出生在台北 一个颇具名望的家庭 家里除了男女主人 还有五名副官 一位厨子 祖父刘永小曾是陆军上将 退出军界后 他创办周刊 任职大学教授职务 因此被誉为儒教 他的祖母 钟光仪 是大家闺秀 穿薄纱睡衣 及孔雀毛装饰的拖鞋 看外国小说 走出卧室门 便会换上旗袍和带根的鞋 刘若英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离婚了 从此 他便在祖父母身边慢慢长大 祖父很宠溺他 祖母培养他 除了提供锦衣玉食的物质生活 还买昂贵的钢琴 督促他天天练琴 以培养一介之长 在人口众多的家庭里 大家都畏惧将军 将军怕他的宝贝孙女 为此 副官戏称小小年纪的刘若英 为将军的将军 童年时代 家里管得严 刘若英很少出门找小伙伴玩 学习之余 他会让家里的副官陪着自己 打羽毛球 或者命令两位副官 拉起皮筋 自己在中间蹦蹦跳跳 或者和祖母出门散步 有时候他会把自己 关在衣橱里面 编排心理的故事 一人分事多绝 就是这样 也能够玩得不亦乐乎 天性安静的他 从小就能够 从独处中找到乐趣 脸上常带笑容 心中满是欢喜 一切得体皆宜 优雅又不识幽默 这是刘若英 从小接受的家风 对他一生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高中毕业后 他独自飘扬过海 留学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 主修声乐 在异国他乡 面对陌生的环境 会吃各种苦头 他要忍受孤单 他半途想过要放弃 遭到祖父的训斥 最终坚持下去 回到台湾 他给罗大佑做了三年的助手 每天听罗大佑 灵溪等音乐大师聊天 他觉得生活无比丰富 在这段寂寂无名的岁月里 学会了保持学生时代的独居生活方式 他搬了出去 为了节省在外生活的开销 他躲过物业费 常常把别人不吃的便当拿回去 别人不喝的矿泉水扛回去 父亲是个生性浪漫的人 宁愿放弃海军职业 回家开咖啡屋 还取名作家咖啡屋 之后又开过电影公司 最后好像都赔了钱 也许是血脉中的遗传 刘若英最初的理想时当作家 哪怕后来唱歌演戏拍戏 人生山崇水赴 可以说名利双收 只要能安静地坐下来 一笔血腥 他就会感到很开心 二 我永远最爱奶茶 怀才又努力的人 总会遇见伯乐 1994年25岁的刘若英 参演电影《少女小鱼》 讲的是偷渡客与假结婚的故事 人如扶贫 情意难得 他凭此作品 在演艺界崭露头角 这部影片的导演张爱佳说 我永远最爱奶茶 这个干净 温婉 富有才情 略含清愁 又像奶茶般醇厚的女子 很难不让人心生爱意吧 一个人越努力 就会越幸运 有时开一个好头 讨运就会纷至他来 从小就练就文艺气质 风格多变的表演张力 让他除了结婚狂那样的喜感角色 也能演绎民国女子张又怡 生活在江南古镇的设计师 孤傲又深情的才女张爱玲 还能在音乐话剧中 适应张爱玲笔下的顾曼珍 刘若英 不属于那种让人惊艳的美女 但是却让人看着觉得舒服 自带亲切感 拍戏 他遇见张爱佳 唱歌 他遇见陈生 陈生这样评价他 他会用情感来歌唱 能轻易地感染听众 而他的歌声中有一种表达的冲锋 将真挚 有感而发的东西 通过歌声去坦白表露 不管做人还是唱歌 坦诚比技巧更加重要 这种真挚的感情 就是对爱的勇敢 与无所畏惧的痴狂吧 2018年 刘若英从台前走到幕后 直到拍摄了电影处女作 后来的我们 已经上映好评如潮 票房破十亿 影片中 一对北漂的年轻人 在寒冷的地下室里相互取暖 彼此果力 即便一碗泡面 也能吃得其乐融融 青春时代的爱恋 吃苦也像享乐 面包的力量强过玫瑰 但后来还是翻到扬镳 十多年后 两人在人海里重逢 发现各自都拥有了 当初想要的那些 却都失去了最珍贵的彼此 总是千言万语 也只能用笑 来掩盖心底的泪 因为江湖中再见 你已不是原来的你 我已不是当初的我 我们却依旧怀念 曾经的我们 其中 或许多多少少 有你有我 也有他的影子吧 透过不同的方式 让大家看到了我们自己 这是刘若英 尝试做导演的初衷 我还是什么都想做 只要我自己喜欢就去做 当然 我一直是一个很专心的人 不管唱歌 演戏 还是写东西 我做的每一件事 都很认真的 认真 专注 做自己喜欢的事 在利益纷扰的时代 这是最好的人生态度 三 我敢在你怀里孤独 我要结婚 我要结婚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戏里面 刘若英饰演的方小平 每天早上都要喊出 这样一句口号 打爆牙 蘑菇头 说话痴痴傻傻的 她是一个执着的结婚狂 戏外 刘若英 却又唱着 我想一直孤单 就这样孤单一辈子 如此美好的女子 怎么会孤单一辈子呢 2011年 不惑之年的刘若英 遇到了生命中 对的那个人 她叫 钟小海 家地丰厚 为人低调 酷爱摄影 是一个帅气多精 又不乏文艺腔的儒商 与文艺泛十足的刘若英 情趣相投 婚后的日子 两人依旧保持独立 各自安好 只是心中多了一份牵挂 与依靠 在家 她俩会窝在同一张沙发看书 翻杂志 说说笑笑 她将头枕在她的腿上 或者一起去寻找美食 用相机捕捉生活中的美妙点滴 有时他们会一起出门 然后各走各的路 各看各的电影 看完电影 再约到某个地方碰面 再一起回家 到家以后 一个向左 一个向右 回到自己的房间 在各自独立的空间做事 互不干扰 知道对方在家的另一个角落 就会感到安心 为了实现这种生活方式 刘若英特意 将自己和丈夫的书房 安置在对角线的两端 因此 根据她对自己的了解 拥有了独处的空间 会让相处变得更舒服 也能够让关系走得更长久 有时 刘若英外出拍戏 有时很长时间不会见面 在她看来 夫妻相处 在一起是像黏土 水和泥 祸在了一起 可以塑造出第三种形貌 分开时 像磁蝶 相互吸引 又保持独立 既享受爱人陪伴的温暖 也能保全独处的安静 这是刘若英的婚姻智慧 就像她在书籍 《我敢在你怀里孤独》中写道 因为保有你 我感觉幸福 同时保有自己 所以能安心自由 三十岁那年的刘若英 在演唱会上唱着 《后来》 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唱得自己情难自已 泪流满面 后来 她真的学会如何去爱 也更加确信 按照自己的节奏 随心而活 有能力独处的人 才能与别人好好相处 自己轻松了 与自己相处的人才能轻松 活得通透的女人 对婚姻自有一番独特的见解 演员 朗月亭也曾说过 当你选择迈入婚姻的时候 如果初衷不是因为爱 那么一切将毫无意义 如果你已经找到了那个携手的人 那也请不要过度的奢望 让他完全变成你幻想中的样子 即便走进了婚姻 也要让自己保持独立的看待伴侣 因为相爱 所以踏入婚姻 因为自爱 所以保持独立 只有成为自己 才知道心中所爱 先让自己过舒服了 才能让对方感到舒服 这是刘若英的婚姻之道 也是她的处世智慧 刘若英和她饰演的张爱玲一样 拥有显赫的家世 也拥有自己的美丽与哀愁 但她没有像这位绝世才女一样 深爱过一个人之后 不能再爱别人 只有猥亵 在欢笑于眼泪 错过于遇见 独处于相处中 她学会了如何去爱 如何让自己 活成理想的样子 就像作家张嘉嘉所说 我喜欢刘若英 不是她的某一个阶段 而是整场花开的过程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们下回到这里 因为我们下回到这里 什么关系 我们下回到这里